他傍晚跟江蘇省委書記 姓長新參緒的時候 他就直接講出來了 他就說 這就是我過去當台灣總統 所以我說這個男人太狠了 一句話就讓民進黨失智列車 直接現場翻車 所以回過台來講 我其實可以體會民進黨朋友 此時此刻的內心的那種尷尬 就是我寫好的習慣的那個劇本 這次完全派不上用場 因為事前就說 可能不會講總統 不會講民國 結果第一天的行程 馬總統就一次滿足 該說的全部都說 所以本來很多綠營的節目 昨天磨刀霍霍要像馬馬 結果沒得回 就通通磨刀霍霍像廢廢 昨天都在討論廢廢 所以我真的想呼籲一下 這些朋友 我們為了中華民國好 為了台灣好 就算你嘴巴說不出一句 馬總統的好 那也沒有關係 但起碼你不要胡扯瞎掰 丟人現眼